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平安 台湾平安 全球平安 各位不知道你们对这种精品熟不熟 女生可能比较熟 男生可能比较不熟 小弟在下我呢 因为我也蛮喜欢逛精品店的 因为以前的女朋友也很喜欢逛精品店 所以有时候男生就这样 既然女生喜欢我们就要研究 研究男生 尤其是台湾人都要研究CP值 对不对 CP值是怎么样去买可以买到比较 女孩子比较喜欢的 又比较有品牌 有价值 每个人喜欢又不一样 那我们到这个 你们到这个 应该我们了 不是你们 我们到这个 奥雷 以前我最喜欢去逛奥雷 尤其是精品的奥雷 奥雷里面你会发觉有些牌子会打折 你会碰到有些牌子你永远都碰不到 对啊 有些名牌真的你很少有看到有奥雷 那什么品牌奥雷呢 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很喜欢去法国的奥雷 就法国奥雷 因为法国的奥雷是真的可以买到法国的这些 名牌的这些 这个折价商品 而且有些地方还不好找 然后因为我有认识一些专门跑丹邦之前 疫情之前 专门跑丹邦的这些 这些人他真的没 我上次跟大家讲过 就是他每个月都要去三次巴黎 每个月哦 去三次巴黎 就去把货带回台湾来 你看他这么辛苦 就表示还是有钱可以赚了 那他去法国干嘛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些法国的品牌了 这些法国品牌就是台湾人也很爱 日本人也很爱 亚洲人也很爱 中国大陆更爱 这些精品的品牌呢 就代表一种什么 一种这种文化的产品 可以强烈的砍入我们社会的符号中 这些符号呢 会帮我 会当做这个社会的代码标记 就是他从每个创作里面 有一种传统的一种价值观里面 就是你带这个牌子可能代表了某一种 某一种 某一种身份或是地位或是一种品位 就是很奇妙 就是人类的文化就是这样 尤其是女生 女生对这方面呢 就特别特别的喜欢 男生可能是跟车子相关了 车子待会也简单会提到一些 那法国几个比较有名的牌子呢 当然一定要讲第一个就是 这我不会念 这个法语 好像叫Louis Vuitton吧 就是这样 1854年成立的这家公司 1854年到现在 也没有多少年了 大概还不到200年 对不对 还不到200 100多年 在中华民国成立于1911年 等于在清朝的时候成立的 这家公司当然现在是一个大集团了 就是下面有很多旗下 有很多其他精明公司 当然另外一家很有名的 我们都知道 叫做爱马仕 爱马仕我也不会念 有人念Hermes 有人念Amis 有人念什么死 我不管啊 因为法语我不会念 爱马仕这个牌子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有整个围巾一条 怕死人 对不对 可是你爱马仕的围巾一撇上去 人家就知道你戴的是爱马仕 我记得那时候到大陆去的时候 我记得那好多年前了 哇那时候大陆的A货在上海 在深圳 在北京 在秀水街吧 还是怎么样 哇还有人专门导游带我们去逛 你知道吧 哇那时候LV 那时候我看他们 哇那是很厉害 他们那时候A货跟那个什么AB A货还B货还什么货 我搞不清楚 反正导游会带我们去看 我们就去看 对啊 然后哇那个真的我们的朋友们 真的是几乎把他所有人民币全买完了 就带回来台湾 所以这也是一种 所以也是一种风潮 我觉得 因为觉得蛮有意思的 然后我那时候也跟着看嘛 然后也买了一些 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当然 买给女朋友的一定要买真的 买假的 一定会被骂死 对啊 所以我们真的也到法国的Louise Vuitton 进去 里面买 因为还好 因为退关税嘛 也相对来讲 也比在台湾买啊 或者在其他地方买 要稍微便宜一点 那相对来讲 就那这个店里面 对亚洲人 现在是服务很好 现在还有讲中文的 这是非常非常厉害 表示中国国立起来的时候 也不一样 另外牌子叫Cartier 还有叫Dio 就今天我就简单讲一讲 你们其实比我熟了 还有什么YSL啊 或者是 那个叫什么 Givenchy 就是GIVENCHY 对不对 这些牌子都是 法国很有名的牌子 我漏念的 不是代表说这个牌子 很有名 我只是举例而已 你们都比我熟 我是跟各位讲说 这是法国的一些牌子 讲到意大利 那更佳人 意大利有很多很有名的牌子 意大利像Jojo Armani 非常厉害 欣赏这个设计师 你看他的穿着品味 真的很不一样 那Jojo Armani 不管是Jojo 还有很多副牌 你知道吧 都是贵松松的 吓死人 那他本身的西装 当年也是 你要知道那时候 颜凯泰 他代理了这个Jojo Armani 进台湾 我记得那时候 专柜好像是在 仁爱鹿圆丸那附近 后来好像在 敦化南路有一间 郭台铭好像也是穿 Jojo Armani 一套西装 好像二十几万 因为我没买 我不知道 那时候颜凯泰 代理进口这个Jojo Armani 后来 他因为他本身 就穿Jojo Armani 那Jojo Armani 后来也穿出了 这种什么 类似像 像家具的一些东西 所以很多的顶级饭店 也用他的设计 所以他的沙发 或者说 这就很贵 我有个朋友 买了一个Jojo Armani 沙发 好像五十几万 真的是非常好 还有这个意大利 有个很有名的 这个Burgari 也是很好的牌子 还有这个Bottega Bottega 这个编织包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还有这个什么 这不会念 什么Dolce Gabbana 是不是这样念 还有这个 什么Forgamo Forgamo的鞋子 也是很有名 皮肩 我记得我以前 好像有个这样的皮包 还有Fendi Fendi很有名 还有什么 大家都知道 在台北有微风广场 Gucci 或是Valatino 或者是Miu Miu 是不是念Miu M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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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非常喜欢 Tuss的鞋子 就非常喜欢 Versage 意大利 对吧 意大利还有一个 很精品的牌子 其实跟汽车相关 他也出精品 叫做Ferrari 法拉利 意大利也是一个 很神奇的国家 人口只有六千万而已 可是早期的这个历史文化 沉淀了时尚跟艺术领域 其实意大利战争也不会打 他其实挺爱好和平的 虽然好像二次世界大战 好像也跟意大利有关 其实我也不觉得 他们有多厉害 多会打仗 但是我觉得意大利 真的人会很会生活 而且意大利感觉起来 我甚至觉得 不会输法国人的生活 那肯定比英国人更会生活 但我觉得可能跟天气有关 各位如果你真的有去意大利 尤其是南义 或者南法 这个人间天堂 那刚好这两个城市 米兰跟巴黎 我都去过 它是世界的时尚之都 真的在那里不懂艺术 好像就不是上等人一样 而且是那个 这个当年来讲 都是王宫贵族的聚集地 所以这些人基本上 这些达官贵族 对细节的挑剔 还有这种创意跟艺术 这个耳目一新 用料跟工艺 真的是一丝不苟 其实我们东方人在看 这个法国人或意大利人 他们在穿衣服的时候 或他们选衣服的时候 或他们买衣服的时候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尤其是我当时第一次 你说真的 我还算是文化的很贫瘠的人 虽然说我也出国念书了 可是因为我家里面不是很有钱 我爸爸很有钱 但我爸爸是苦过来的 他有钱是因为台湾的经济奇迹里面 然后他加上他的认真又努力 他又抓到时代的机会 所以他赚了蛮多钱 可是他自己有钱 但是我爸爸很节俭 就是跟王永青那种人一样 就是一个奶茶 他一定要把奶全部倒进去 把糖包全部倒进去 甚至还把咖啡倒到奶精里面 再洗一洗 再把剩下的奶精再倒到咖啡里面去 王永青这样干事情 我爸就是这样干事情 所以就很节俭 所以他会穿九九阿玛尼衣服吗 打死他都不会穿 我曾经送给我爸爸一双很好的皮鞋 我爸爸只穿过两次 为什么 因为还是他那双皮鞋最好穿 那双皮鞋他穿几年呢 穿了三十年 他只要不要破 不要坏 他永远穿那一双 他觉得那一双就很好了 为什么要一直买鞋子 他不懂 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家庭 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讲 虽然我爸爸妈妈也对我很好 也没有说把我饿着 或者说不让我买衣服穿 没有 我爸爸从小的时候是赤着脚去上学的 他小学是真的没有鞋子 这故事是听他讲的了 在表示说当年台湾真的是很贫瘠的一个时代 所以他们是苦过来的 那我当然我小学的时候也算有点苦 但也不至于苦到他那样 但是我们台湾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 亚洲人也是一样 其实不是那么有钱 也不知道怎么花钱 应该这样讲了 所以你常常去看到西方 尤其到巴黎或到米兰看的时候 尤其看到一个叫什么 这五个字 我们看了就觉得很奇怪 谁要穿这种衣服 这种衣服叫什么 叫高级定制服 你去看那个高级定制服 那时候以我们台湾人来看 以我来看 觉得需要这样穿衣服吗 穿衣服就穿衣服吗 需要穿成这个样吗 就是你的衣服需要讲究成这个样吗 你的布料需要讲究成这样吗 你的剪裁需要讲究成这样吗 这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才需要穿这高级定制服 你知道意思吗 对我们东方人来讲 尤其对我来讲 我以前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花 而且高级定制服 最起码都是五万块台币起掉 贵的可能都二三十万 高级定制服 可是为什么那些衣服 在西方就有人买 也有人穿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来自于那种文化 你记得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伦敦的时候 去参与那个 Fenton of Opera 就是那个 或是那个时候有歌舞剧吗 叫Cats 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演 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那个Fenton of Opera 哇 Cats 或是什么钟楼怪人 那时候都有歌舞剧在伦敦 那是票很难买的 或是什么 米塞钢 西贡 米塞钢 我翻译叫什么 不知道 反正那个票很难买 那你买了就去 可是你重点是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留学生 那留学生就干嘛 穿着衣服就是学生 你要穿什么 你到奥雷买 也是买那些 Nike 反正就是这些 打折的一些羽绒衣 反正就是你自己也穷嘛 你也要节俭嘛 所以你就是学生的样子 对不对 那你要去那个歌剧院去看戏的时候 你会发觉很奇怪 你知道吗 那老外穿的真的 那个Castido 就是那个宴尾服 对不对 男的穿宴尾服 女的穿礼服来听 看这个Copro 我们去就很奇怪 对不对 然后他们这个中场都会节 中间都有休息 中间一休息的时候呢 一出去就可以旁边就有休息的时间 就是老外都站着 对不对 宴尾服啊 或穿着西装啊 在那边喝香槟啊 然后大家互相在 都不是坐下来的 这是在那边交集应酬 大家认识人互相打招呼啊 女的真的是穿着真的是滑直招转 那个衣服真的听起来看起来就很讲究 就是我们东方人大部分都不会穿的那种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好像我是外星人 你知道吗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感觉到 就只格格不入嘛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从小就是那种文化 就穿 他们到这种的时候 他们收秀的时候就穿这样一个服装 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高级定时服在那时候就应该有它 或是他们也只要正式的party 或者婚礼的时候 他们穿的就挺正式的 当然我们现在慢慢也受影响了 所以我们台湾人的这个 这个婚姻也好 或正式的钱 我们也会穿比较正式一点的 这个就是一种什么样 浓厚的这种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意识氛围 而且这个手工匠人的传统 所以他们在这个高级定时服里面呢 做的是昂贵而优雅 而且是名士的手 用料一丝不苟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创意 跟这个艺术的设计 尤其高级定时服 有可能就只有几套而已 所以当你这个 你能够设计出来 而且能够卖这些精品的时候呢 你能够 不但你能够设计得出 而且你可以卖得出去的时候呢 自然会形成一个 很重要的供应链 就是产业链 所以呢 就会拿到最好的布料供应商 给你提供很好的布料 也会找到最有创意的设计师 在这个领域上里面 所以你会发觉 有些很好的布料 台湾买不到 除非是台湾做的 而且台湾做的 可能台湾也买不到 都提供到这些 这个精品的这个行业里面 给那些布料供应商 或是给这些 有创意的设计师做 其实有些东西 那些非常特殊的布料 其实是根本就 你在外面根本就买不到了 那基本上来讲 在巴黎跟米兰 下面是时尚界的评论 不是我讲的 就是他们一般来说 巴黎是充满了浪漫 跟艺术的气息 它的氛围 比较属于这种高端大气 比较档次 属于那种奢华风 米兰是属于这种精准的剪裁 比较讲究剪裁 甚至它的面料 植料的选择 非常讲究 更接地气 它是属于贵气风 那各位 我讲这样 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也不是时尚界的人 但是呢 我也是有感觉 我有买过一些 意大利的西装 真的 它的面料的选择 我都没看过 这些面料 我真的在平常 我在台湾选西装的 我没有看过这种面料 就是表示说 这个意大利这方面 他们对于面料的选择 跟讲究 还有这个cutting 我们cutting讲这个 剪裁来讲 这个基本上 意大利是蛮厉害的 巴黎 有巴黎 他们这个 不同的这个 高搭上的气质 它属于奢华风 米兰是贵气风 我觉得这样讲 也好像有一点点 接近了 那在我进入 为什么他们的秘密地图之前 我们先来听一首 我认为一个很好听的 法国的曲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首曲子叫做 Midnight in Paris 真的 你在法国的时候 吃饭都非常晚 所以在Midnight in Paris的时候 可能还是挺热闹的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 Midnight in Paris 好 这个是Midnight in Paris 今天有身为奢华一线品牌的 撰文者来 我们这里听 谢谢 还有说之前去LV 都是中国人 是啊 对 西贡小姐 叫Miss Ai Gong 没错 爱马仕的包包和表 皮质很有质感 前几天才跟法国牛一起游泳 她是律师 她说卡地亚的饰品是平价 没错 卡地亚就是平价饰品 其实有一个牌子 叫做 我不会念 是法文 B开头的 她的视频就非常贵 她在法国的巴黎的 那个什么区 我的名字 法文我不会念 这真的是 有很多其他 很好的视频的品牌 那你会发觉 这个法国的音乐 听起来 就是 就是有点春天的味道 就有点 真的是有点 怎么讲 你看到意大利跟法国都是一样 就是对于这种两性之间的关系 那种春天的气息特别明显 好像在调音 能够挑逗你的情欲的那种感觉 就是真的他们对于这方面 就特别擅长 所以爱上法国人 还是爱上意大利人 到底是哪一种人比较好 就由你们自己去评断 好 接下来讲重点 为什么这些地区 法国跟意大利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世界里面 它的精品的设计的最终的源头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 接下来是我讲 我个人的观点 其实所有源起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来自于 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其实是 大家如果你是历史学家的话 那你可能比我专精 就我只是提供我一个看法而已 其实罗马帝国在欧洲是一个蛮大的帝国 而且时间非常非常长 它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这个领域上来讲 我相信只要念欧洲史的人 基本上来没有人不提到罗马帝国 甚至如果欧洲的每一个国家 提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历史的时候 可能也不得不提到罗马帝国 为什么呢 因为罗马帝国它从前期中期到后期 总共跨越了1500年 那它前期是从西元前27年 古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 就是你们这个比我熟了 对对对 没错 艾玛丽你讲的对 就是这个牌子 叫做宝石龙珠宝 对就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也是很有名的牌子 这个比卡地尔的珠宝很有名很多 刚刚讲这个罗马帝国 是从西元前27年 一直到什么 这个前罗马时期是到200年 中期是从200年到239年 那后期是395年到1453年 到金斯坦定第11世 总共跨越了差不多1500年的这个大帝国 它的版图当然也常在变化 那大概都是地中海沿岸地区 几乎都包括 包括非洲的上原 几乎都包括了 其实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们当时的语言是 拉丁语 拉丁语也跟我们中文一样 有分什么 文言文跟白话文 那在书写的时候 这方面呢 他们叫做古典拉丁语 就是我们想的文言文 那在口语方面叫做通俗的拉丁语 就是我们也类似像我们的白话文 所以书写上就用古典拉丁文 那那个讲话呢 就是用通俗的拉丁文 所以当年 罗马时期基本上是用拉丁文 作为官方语言 到现在为止 到天主教的 这个罗马那个梵蒂冈 如果你没有去梵蒂冈 他们的官方语言 还是以拉丁文为主 当时的罗马帝国呢 事实上官方语言是拉丁文 但是呢 每个他征服了每个国家 他其实不是那么强制的 就是虽然我们都叫做罗马帝国 但事实上每个国家 其实他当地的语言 可能都还是保留 他不会强制 所以你一定要全部要讲拉丁语 所以包括德国啊 法国啊 英国啊 西班牙 意大利啊 其实都有些东西呢 慢慢 所以为什么当时 罗马帝国的 没有绝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拉丁语 会根据不同地方呢 会开始有不同的 不同的演化 所以你会发觉到现在为止 包括 这个英文啊 法语啊 意大利文啊 或是德文啊 他们都会有些字 他还是用拉丁文 来借过来的 那当然就每个国家 不一样了 那其实拉丁文 最重要的 今天要讲的 有两支的贵族血脉 一条在法国 一条在意大利 当年这个贵族血脉 你留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 其实法文里面 法文到现在为止 虽然你法文 当然你最早来讲 当然现在跟拉丁文 差非常远了 但是因为我不会讲 拉丁文我也不会讲 法文我也不会讲 但是他其他几个演化的时候 但是拉丁文 法语到现在 也是所有国家里面 你如果定制 这个国际公约 就每个国家 就每个国家 跟每个国家 制定约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一个 一个叫做公版 公版的公约 公版公约 基本上以法语为标准 以法文为标准 比如说好了 你中国 比如说你跟哪一个国家 定了一个外交合约 基本上除了有中文版 还有那个国家语言版 中间还有一个法语版 基本上正式应该是这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搞一个法语版呢 因为每个国家 他在发展语系里面 其实他讲的不是很完整 尤其是不够精准 比如说我们也是 中文也不是很精准 就是你啊 我啊 他 或是你 昨天今天什么时候 其实那个语法上来讲 不是讲的很精准 那这个东西 我不是语言学家 那为什么他们到最后 以是用法文 作为界定条约 尤其是两国递约的时候 大部分中间都有一个法语版 那法语版是干嘛呢 因为他法语 他就很严谨 讲得很精准 所以他就比较不会说 你落在你那一国的语言的讲法里面 这样的话就变成功说功有利 婆说朋友利 所以法语其实上还蛮精准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意大利文 意大利文到现在为止 也是工人全世界在歌唱领域这样 在永探 在唱歌里面 大概没有一个语言 可以赢过意大利文 所以你看在当年来讲歌曲 为什么他能够占一个这么样重要的角色 所以莫扎特还为了说把歌曲 有一个德语版的 其实德语版的歌曲 坦白讲不是那么好听 德国人就是这样 德国人就是工业风 这方面比较擅长 所以他语言上来讲 其实不太像意大利文 可以像这么样的流利 可以唱 所以为什么歌曲都是意大利文 意大利文是在歌曲上最正统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学声乐 你一定要去学意大利的 这个声乐的唱歌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是在现今语言上面来讲 是最适合唱歌的 所以在法国跟意大利里面 他们是在 在拉丁文这个语系下面 是有两条很重要的贵族血脉 这贵族血脉 跟各位讲 就是当年这些罗马帝国 他们在法国的这一群人 跟意大利的这一群人 他们转世到今天的时候 他带着他之前的贵族的生命的DNA 来到地球 这些人他转世到地球 为什么我这样讲 比如说我跟各位讲 我以前永远不明了 为什么我会跑去做中国的古琴 各位 你们都听过我的故事吗 我以前是搞金融的 搞金融的去 搞金融的谈古琴就很少了 更不要讲去做古琴 我可以讲搞金融做古琴 可能全台湾就我一个吧 这样讲不能这样讲 说不定我不知道 就是很少 大部分都是弹琴的人去做琴 那我又会做小提琴 你知道吗 这更奇怪了 我又会跑去做小提琴 当然你有现在讲说 我是为了研究声音 对不对 可是也很奇怪 为什么会跑去做小提琴 对不对 那我好好做古琴 就好 为什么要做小提琴 其实我告诉你 跟我前世有关 我前世应该也是跟小提琴相关的人 也在研究小提琴 说不定 我也在意大利待过 当然我在中国待过 也肯定了 因为为什么研究中国古琴 也是有原因的 只是我忘记了 因为我没有这个 这个什么天眼通 还是有什么 神通看不到我的前世 我觉得应该这个有关 所以我的生命里面 带着这个DNA来到地球 所以我对声音特别好奇 所以我到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到古琴的声音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第一套音响就是 就是因为听到古琴的声音 然后我也不知道它是古琴 我就买那个音响 你知道吧 我跑去学做古琴 是因为我亲家一个演讲 在讲墙壁上那个画里面 他画的一个童子 跟着一个文人 走进一个树林里面 我问老师说 那个童子手上抱着是什么 因为抱着有个琴带 琴囊包起来 也看不到这个古琴 我问老师说 那后面童子跟着 在那个文人画里面 童子跟着前面那个老先生 他抱着什么东西 你看这画里面那么多东西 我竟然会对一个 看不见乐器的样子 只看着他包一个琴囊 然后画一个童子 跟在那个文人的后面 我问老师说 他抱着是什么东西 那老师就说 那是古琴 古琴是什么 我问老师 你知道吗 当年我买音响的时候 我只听那个声音 我还不知道古琴是什么 我也没研究 可是当看那个画的时候 我看说 老师这什么 他说古琴 我一古琴 我突然之间有感觉 这感觉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我竟然跑去做古琴 你知道吗 就这样 你问为什么 不知道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什么 我带着我过去生命的DNA 来到地球 所以我对于声音很有兴趣 一样 这些当时在罗马帝国之间 这些帝国 这两支 在法国的跟意大利 现在是法国跟意大利 因为以前法国跟意大利 这个国家的边界 也是变来变去的 就这两个贵族 基本上转世到今日的时候 他带着以前贵族生命的DNA 来到地球 他对于设计 对于精品 对于艺术 特别明锐 这是其他人类少有的传承 待会接下来会讲说 这是什么来的 所以我先跟大家讲 这些我们你看到 在法国的这些设计师 或是在米兰的这些设计师 在巴黎跟米兰这些设计师 他们其实前世都是 在罗马帝国里面的贵族 而且每年在米兰 在巴黎 你会发觉有很多不同国籍的设计师 比如说日本的设计师 美国的设计师 英国的设计师 他们到米兰来参展 到巴黎来参展 其实他们当年 都是在罗马的地主和贵族 只是他们这一次 转世的时候 他们转世到其他国家 但是他还是对 这个精品设计非常有兴趣 所以他每一年 都到米兰 到巴黎的设计周里面 去展示他的作品 他其实干嘛 其实他们这些设计师 只是回家在团聚 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米兰 这个米兰时装周 巴黎时装周 就是这些设计师 他们每一年 他们团聚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上一世都认识 他们上一世都是贵族 那你们很难想象 贵族是什么概念 因为 其实啊 你看看 罗马帝国1500年 1500年什么 假设你当年 是个贵族的时候 你的家族 有将近 正常来讲 有好几百年 你知道吧 1500年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好几百年 你家都是贵族 就是个帝国 有延续这么长 你看我们 明朝 没有多久 不是被他推翻了 对不对 清朝也被他推翻了 宋朝也被他推翻了 等于你推翻 就怎么样 你的贵族 就是重新大洗牌 对不对 我一定 你上个朝代的贵族 我一定把你干掉 我重新倾斜 或者怎么样 这个涨价 这个是归功 对不对 已经重新来的 所以有另外一批新的贵族出现 可是你知道一个帝国延续那么多年的时候 能贵族世袭的结果 你知道那什么概念 就是你在那里出生到死亡 假设你都在贵族里面的话 你只有享受到最好 你知道什么 而且当他们是贵族的时候 真的没有事可以干 你知道吧 他们都在干嘛 都在相互比较自己拥有什么精品 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法国跟意大利 因为这些设计师他本身不是光 他是光设计的为止 他也要有打板师 也要有人帮他最后把衣服缝出来 要有一个能够配合他水平的工匠 对不对 这些工匠都是标准的 对细节 对于这个技法都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对不对 要有这些人才能够配合设计师 有人帮着他把这些皮革 把这些衣服把这些作品可以完成 对不对 这些工匠哪里来 这些工匠其实都是当年也是跟罗马帝国 他们转世过来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以前他们就是这些很厉害的工匠 他们转世到这里来跟着这些设计师 因为设计师是贵族 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们转世到这些贵族来 甚至包括你如果有机会去法国跟意大利 看到现在的这些精品很多都是华人做的 你知道吗 这些为了节省成本 他找华人代工 尤其是比较重要的一些零件 可能也是在华人代工 这些华人为什么会跑去意大利跟法国 去做这种精品代工的事情 其实这些华人当年也是在罗马帝国 他们只是转世到中国去 你知道吗 可是当法国跟意大利这精品事件有需要的时候 因缘就会这样转 他们会转到最后 他们会跑去用他们的技术 在法国为这些精品行业里面的设计师去执行 去做这些手工艺 为什么 因为上辈子他们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时候 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这些精品圈子里面 这些人其实当面都在罗马帝国里面的贵族圈里面打混 然后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知名的设计师 为什么他们当时就是这些贵族转世的呢 你知道一个知名的设计师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为什么 他们每一期都要有新的元素 就要春季 或者是夏季 或者是秋季 一年最起码要两次 或者三次 就要换季 对不对 所以一年最起码要两次 主要换季的时候 每次换季的时候 他们都要新的设计元素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要不是有全 要有很有天分 你在设计师领域你会疯掉 而且你如果你有去看过时装之后 每个设计师每一季的服装都有好几百套 不是只有一套 好几百套的衣服 这些idea概念哪里来 最重要里面 他每一年的最主要的那个设计元素 是什么地方 从哪里原始 其实跟坦白讲 其实呢 他们就是把他们当年 为什么他们永远不绝 因为他们当年在罗马时期里面 那些古建筑啊 古董啊 那些壁画 那些图腾啊 那些制品啊 就可以找到源源不断的点子 其他别国人的转化能力 没有他们强 为什么 因为这些设计师 这些现在在法国 或是巴黎的这些 在米兰的这些设计师 他们前世的时候啊 他们当年的生活 是活在这些精品里面 你知道吗 他们当年活着 他们家就是一堆精品啊 他跟其他的贵族相比 就在比这些精品啊 他们家的工匠 或是其他的 为他们做这些工匠 就专门为他们做这些东西啊 他们骨子里面 就活在这个精品里面 这个不是用学可以学的来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 你如果当年有这个DNA 就像我现在对生意这么了解 其实我上辈子 应该跟生意相关嘛 你看我的名字 叫陈宏远 宝盖宏 远东的远 你知道吗 在清朝有本书 叫做西山情况 就西山 西山是个地名 西就是三点水去掉 那个西水 山就是山头的山 秦旷就是古秦的秦 旷就是 秦旷旷 就是西山情况 就是告诉你 古秦呢 它有 好像形容的 有24种声音 24种声音 它用一个字哦 就一个字 有24个字来形容 一把琴的状况 就是琴的声音啊 我的名字 红跟远 你知道吧 刚好这两个字 在它24个字形容声音的里面 刚好就有一个红 也有一个远 所以妈啦 我天生就在讲声音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名字就咱们叫陈宏远 对不对 这很奇怪 我以前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声音要红亮 对不对 声音要传得远 对不对 是不是 红远 这我是一掰啦 不管是不是真的 听起来好像真的一样 对不对 就是一样啊 所以我这辈子就是干嘛 就是专门搞声音的 对不对 专门研究声音的 为什么我对声音这么有兴趣 原来我的名字就是这样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当年我就活在声音里面 所以这些设计是当年 他们上辈子就活在精品里面 他们骨子里面 脑袋DNA里的精品 就像我的DNA里面就是声音啊 所以为什么搞到最后 我到这个年纪了 我到现在还讲声音 还讲了声音 讲了还真的有一个样子 对为什么 因为我又不是这辈子在研究声音 妈妈 我几辈子都在研究声音啊 对不对 这不是用学可以学的来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本来就是有这个DNA在里面 所以你们为什么 对这个声音有兴趣 也是一样 你们以前对这个声音 有你们的接触 有你们的历史 只是你不知道 那为什么 Kloss里面有几万人 几百万人 为什么只有你们这几个人 兴趣对声音的项目 也是因为这样 对不对 为什么跟你们上辈子有关 你们对音声疗愈有兴趣 那这些设计师呢 他们非常厉害 因为他们要不断的竞争 对不对 每次都要在 因为他们时装周啊 每年要打破两次 对自己有自己 拥有设计框架 对不对 所以他要更 其实 其实这样 真的是不简单了 但是呢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跟下个总结 就跟大家讲 其实呢 他们已经在练习了 每一年他要打破两次 希望能够打破自己 那种设计的风格 其实他比那种画家还更不容易 你看呢 那个画家很有名的 那个西班牙画家叫什么名字 骂了名字又忘记了 很有名的这个 反正他 西班牙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叫抽象画的 我怎么图 皮卡索 对 皮卡索你看到没有 皮卡索他还分很多时期啊 什么粉红时期啊 什么什么什么 忘记了 你们就去查 就是你要知道一个画家 转化风格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你知道吗 有些画家一旦那个icon 已经出来的时候呢 画就是这个样子 他有名了 他就是这个icon 可是你叫他转的时候呢 就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他转的时候 他的那个collector 就是那个收藏者 可能不习惯 第二个他自己也不习惯 第二个那个agent也不习惯 到最后呢 说不定你一转型以后啊 啊 没有人喜欢 你完了 你过去努力了 骂了20年 突然之间你一转型了 所以有些画家 其实画家很讨厌画一样的东西 跟你画一样东西 因为你很熟嘛 可是你就被定型了 就是icon就是这样 是好还是不好 我不知道 所以在画家里面 要转型是一个非常快 所以你要知道 整个皮卡索 他这辈子转型 也就那几个时期啊 对不对 而且算转的还可以吧 他自己转换时期的时候 其实也挺痛苦的 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服装设计师 他每一年就要挑战自己的设计风格 还要可能还要延续以前的设计风格 其实服装设计师非常非常困难 如果他当年不是有DNA里面 是一种贵族的血统 他可以从他在罗马时期的一些 过去他在生命里面 所用的这些东西啊 壁画啊 图腾啊 建筑啊 来唤醒他这些设计理念的话 我跟你他根本就做不下去 你知道是吧 那可是他已经不断地打破设计框架 但是呢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他没有把这个打破设计的框架 放在自己内在的认知里面 我举例来讲 这些设计师当上一次 他是享受这些精品 因为他本身就是贵族 是法国的贵族 法国那条线的贵族 或是意大利这条线的贵族 他们享受精品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呢 他们是来设计精品 我们期待他下一次呢 是来超越精品 所以你知道那个老佛爷走了 对不对 我记得那个老佛爷走了 对不对 他上一次应该也是在 在在在在在是享受精品 这一次呢 他是来设计精品 对不对 可惜很可惜 对啊 我跟你讲 他一定轮回 为什么 因为我期待他下一次 是来超越这些精品 因为既然这辈子是设计精品 我觉得他如果下一辈子 再来人世的话 应该会跟精品相关 可是应该要能够超越精品 因为如果下一次 是方向对的话 这些伟大的设计师 就不用再轮回了 那因为什么 因为你超越精品以后 你自己就成为一个 真正的精品 因为他上一次享受精品 这一次是设计精品 下一次能够超越精品 让自己成为一个精品 就是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些法国跟意大利 他为什么有这么丰富的点子 还有他们有这些设计的源头 为什么他们现在是 整个世界的时尚的中心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他们上辈子这些设计师 都是贵族 而且从出生到死 都在享受最好的东西 那这些帮他实践 他这些设计精品的工匠 当年 当年在罗马时期的时候 也是非常优秀的工匠 那不管这一次 他们转世到中国 或者转世到其他国家 后来去法国跟意大利 去帮忙完成这些设计 师所设计的产品 其实也在完成他们的因果 那这些不同国家的设计师 不管他是日本籍的 美国籍的 甚至我们有些台湾籍的 你看那个张宏志他的儿子 叫张普 对不对 他常常去英国 去意大利 因为你要知道 当年张宏志他的太太 是怎么样过世的 你知道吗 就是当年他就去 要去看他儿子 在英国的服装展 然后在过境意大利的时候 猝死 所以他 那个张宏志的老婆 就在意大利 好像在麦当劳吧 还是什么地方 忘记了 反正就是一个宿舍店里面 突然心脏病发作就走了 那不管怎么样 我讲 举这个例子 讲说 那张普像这些人 他为什么会 这辈子会成为设计师 为什么他会去 参加这些设计师 参加这些设计 一样 就是当年都是 贵族转世的 所以他们 只是把当年 他为什么会 源源不断的设计的 概念跟理念 其实 因为在他DNA里面 所以他们回去 看到一些 以前的这些 罗马时期的一些 一些精品的时候 就会想起他当那样 他会给他很多的 概念跟源头 为什么 因为他当年就是 生活在那些精品里面 根本就是他生命中 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那我们平常像我 我就不是活在 精品里面的 所以我可能这辈子 下辈子也不可能 会当设计师了 那我希望我这辈子 就有机会 成为我自己的精品 我就不要转世跟轮回了 这是我的想法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就我自己在 这条探索路上 探索 希望我这辈子 能够成为 我自己的精品 不要再成为 光只是享受精品 或是设计精品 然后应该是超越精品 那自己成为自己的精品 好吧 这就是我为什么 奢华精品的秘密地图 法国和意大利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果 所以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可是跟这些东西都有相关联 那你慢慢的 了解你为什么来到地球的使命 到最后你可以跳脱 你原来这个设定的框架 到最后你可以真正跳脱 人类时空框架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最后呢 刚才你介绍到法国的曲子了 那我们介绍一组 意大利的一个很好听的曲子 这个曲子我不会念 应该叫 That's a more 是不是 你听听看 不知道是不是意大利文 你听听看 我觉得很好听 你听听看 这意大利的曲子 好 这就是我们 今天跟大家选择意大利的曲子 就是都很青春洋溢 好了 非常谢谢大家 那个 我只是讲我的观点 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有些中国人为什么去跑去 法国和意大利帮忙做这样 他不是当年是贵族 就是我认为了 当年还是工匠等级的 那不是中国的贵族 转世到意大利去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不管怎么样 这是我一个小小的观点 也跟大家 谢谢 那有两位朋友 还有两位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拉不上来 但没关系 我们先请Joling 好吧 谢谢 哈喽杰克老师 你好 你好 大臣你好 嗨 其实很有趣 这是 我觉得杰克老师 你每次讲一些主题 都会从一个很特殊的观点 去看 那今天很有趣的就是说 因为我在 我住在法国 欧洲 意大利 我接近出租 大概有三十年了 那我觉得 今天你说的这些 真的是很有 我非常的有同感 就是说 像意大利的这些 不只是精品的 像法国的这些 他们的生活方式啊 还有他们不只是精品 还有建筑啊 还有他们的那种 对生活的那种美感 都进入在他们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是我们目前亚洲人来讲 大概都还 这不是比较 也不是那种批评 只是说 那个维度 真的是不太一样 这是我很深有同感的一点 我真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部分啊 很感谢杰克老师 你每次都 都给我们这些 不同的角度 然后让我们有 不一样的看法 然后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 最主要的就是说 可以增加我们的那种 就是那种 身心的那种 那种感觉 就像你常说的 那个 像维度啊 维度的提升啊 这些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地有帮助 所以我只是想上来跟你说 谢谢你 哪里 谢谢你啊 这个在欧洲啊 为我们实际的去 反馈 就是欧洲人的一些 生活的模式 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 也真的是非常惊讶 当然哦 我们 这几年当然是因为中国的果力强了 包括拍卖市场也好了 包括你有说 叫到这个 消费能力也是一样啊 所以他很多服务的人员啊 会讲中文啊 会有中文的说明啊 甚至连飞机场啊 都有这些方面 我也觉得代表说 亚洲的实力也慢慢起来 这是在经济的实力 有不可会言 那大家都想赚 这个亚洲人的钱嘛 这点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在文化的实力上来讲 还有一些 对于生活的品位跟方式来讲 他们还是有一些多样性的 值得我们 这个 也不是做学习 看你自己了 像我都觉得说 像我们现在台湾的有钱人的豪宅 你去看他们的设计 永远是那个样子 就是 真的是 你好像 巴不得人家让你知道你有多有钱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就是你用 你用你的建材也好 你用你的家具也好 你说这是访意大利 你这是访法国 访巴黎风的这种豪宅的建筑 可是 其实它可能就是样子有点像 就是好像 叼梁画动 或是有些什么 可是 就是那个味道 就是 你如果你真正有兴趣 就是真的你应该要去 去法国啊 真的到他们的 不同的城市啊 然后住藏一段时间 然后你慢慢去体会 然后他们到底 他们对于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像您一样 或者说像我们刚刚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也有来自法国的同学 或者来自于英国的同学 或者欧洲同学 他们真的是 就是他们 他们生活的品位 甚至我 我虽然在美国念书 其实美国人还真的是 真的是 不能这样 不是骂他们 就是他的文化上面 真的是跟欧洲人 还是很差很远 差很远 差很远 所以为什么我的 我的host family 那个老师 他讲到英国 就这样 哇 他觉得英国才是有文化的地方 他自己都不觉得美国人 是有文化的地方 当然以美国的实力 不管武器 或经济条件 对不对 可是在这个领域上面 怎么懂生活 我觉得连美国人 都还是挺羡慕欧洲人 觉得欧洲人 还有很多可以知道 他们学习的地方 那我们亚洲人来讲 当然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因为 跟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说 因为我们过去这几百年来 我们并不是那么富裕 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条件 可以去慢慢去享受 这种文化的底蕴 各有各的优劣 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 虽然说他们叫luxury brand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也带领了这种 对于这种精益求精 对于不管是衣服的设计 还是他的创新 还有他整个供应链 所带给突然一种 整个穿着 或是品味 不管我们怎么讲 人类需不需要 穿这么好的衣服 可是我毕竟他创造一种 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 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我也非常感谢 法国和意大利 他能够带给我们这个世界 有一个很多样性的 一种学习 我也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真好 谢谢 那我们欢迎最后一位 这个是北漂日本女子竹剑 对对对 你好你好你好 欢迎你欢迎你 我第一次上海 欢迎你欢迎你 我在东京 因为每次听你的房间 我都会听到睡着 因为都会到半夜 现在已经快一点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对对对 对因为今天这个主题 我还蛮有感觉 因为我之前访过一些 一线精品的总裁 是哦 哇哦 那你更有资格来跟我们聊聊了 就我举一个法国跟一个意大利的品牌好了 法国的像是LV 他们算是扮演企业嘛 那其实这些总裁他们背后在经营这些拍子 我觉得因为他们私底下跟我们这些编辑 还有媒体互动的时候 其实都超亲民的 尤其是我印象很深刻 是在台北101开幕的时候 就是亚洲区总裁跟全球总裁 全球总裁在前几年已经过世了 然后他 跟我们一起在电上玩到大概四点多吧 就跟我们一起跳 早上四点多 对 哇哈哈哈哈 我还蛮记得那一次 就是大家就是一群人都还在电上 哦OK 对就很亲民的一群 那可是他们对于在 呃 因为我现在有一些朋友他们还在总公司 那我看他们有一些是从电上的柜姐或店长一直就是做到总公司里面的公关行销这些 他们对于就是员工的培训这个跟意大利我现在要在讲的这个牌子 Zenia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牌子受不熟悉 嗯 嗯 那些你就讲 对他是就是意大利男装第一品牌 嗯 对那这个总裁也很特别 他们家也是百年的企业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讲他们家 他家对于品牌的坚持 他说他们为了蚕食这一块 他们养就是买了一座山 养了森林 哇哦 对就是一个社会责任 他那时候跟我们分享说他其实很在乎这一点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在成衣这一块有时候会造成地球污染 嗯 所以他们必须就要去做一些回馈地球的事情 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再加上是他们对于员工 其实有蛮多欧洲的品牌 他们在员工的教育信念这一方面 就是他跟我说如果说你任何一个员工想去哪一个国家的店 去体验可以申请他们会让他去 嗯 对他们就是蛮注重就是员工的职业发展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视野不太一样 就是就跟亚洲的一些品牌经营的走向不太 因为他们因为像我有也有访过日本一些百年的牌子的总裁 他们也是有共同的想法 因为如果一个牌子要走上走向百年他们对于这种社会责任啊 还有教育信念这个其实都真的还蛮重视的 对啊 对啊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品牌的长期经营啦 我觉得我觉得基本上这些公司的假设他们像LV有上市了 如果比较如果没上市的话比较不会有那个啊 就是股东会的这种压力来讲好所以他们会对这个长期上面的投资来讲或长期的教育训练比较没有这种短期的我们讲英文叫P&L就是 这种财务存益表的这种压力你知道是吧 对 尤其是家族企业的话啊更能够啊怎么讲比较比较人性一点啊 然后也比较能够长久的经营啊 彼此可以有一些信赖度 然后好像真的可以稳定的跟这个企业一起发展啊 但就是你要看你们的你有没有这个运气啊 进入到这种公司可以跟这个公司一起成长啊 那一般来讲美系的公司啊 或者说比较亚洲的公司啊 就是P&L 就是每天都看你的绩效啊 每个月都看你的绩效啊 都是以这个来为作为比较平良的标准啊 所以比较不一样了 也不是说谁对谁错了 就是不一样 不过像之前刚刚有提到那位卡尔 他是香奈尔一个蛮重要的人物 是 对然后他手上就是有经营设计过的品牌 其实都还蛮稳定的 是 那一个其实品牌 都是龙马时期这些贵族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们就是贵族 你看他们设计的东西或他们的品味或他们的概念 其实就是他上辈子贵族的基因就在就在里面 所以他们就是有这种能力啊 可以可以有这么多的创意啊 真的是非常厉害 对其实我就是之前有在台湾有访问过一个我们艺术学院 台我记得是台科大还是台湾艺术学院我忘了 就是他那个院长艺术学院的院长 不是院长是可以系 系主任啊 我讲错不好意思 在日本待在一起 就是他跟我说就是台湾的 呃如果要以台湾跟法国来比的话 以艺术系就拿曲子来比你 台湾可能只能听到10% 法国可以听到90% 曲子是什么意思啊 是你讲什么意思 就是他是说 呃你政府给你一种一首完整的曲子 原本是应该要给你一首完整的曲子 但是因为政策跟经济 配额的问题 因为像法国他非常支持艺术产业 是 对那台湾的政府他们对于艺术产业其实 并没有这么的重视 在这一块 就是培训跟投资 所以在台湾念艺术系的学生 其实能够接受到只有10% 的资助吗 是这个意思吗 嗯不管是资助或者是资源 还有就是未来市场的走向 这是很正常的啦 还有质押发展的部分 其实台湾 台湾的政府发展也很短的时间嘛 你知道意思吗 我们台湾政府整个公交 这个政府体系的发展也在学习当中了 所以他本来对于 环保啊或是艺术啊这方面的议题 其实都文化部嘛 我们台湾叫文化部嘛 其实也是 不过因为我也有跟台湾文化部交手过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是可能早期 现在应该有比较好了 就我来日本之前 他们有找我去开会过 但是当时我只有跟他们谈不到10分钟的时间 可是有7分钟的时间就是前面三个主委 是没有人在听我讲话 都在玩电脑 对对对 因为这很正常啦 因为我台湾为什么那么多文字馆 就是说 因为以他们以以绩效来讲 因为他们是政治人物嘛 以绩效来讲 他们最好看到绩效 就是我盖了什么可以看到的东西 能够来彰显我的公鸡嘛 所以而且以花钱去怎么样去 我们台湾讲的 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把地方的庄角 可以回馈给他 最好就有个工程 大家都可以分钱 就是我可以包这个工程 那这个工程一下去 可能是20亿 30亿 50亿 那就有更多的人 因为包这个工程可以雨露均沾嘛 所以对这样来讲 是在操作文化产业来讲 比较习惯也比较直接 也比较可看性的东西比较多 可以看到的 那但是对于这种比较软性的 这样你刚刚讲这个东西 他们不是不做 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 而且不放心去做 所以我相信他们也在慢慢学习了 不像说其他国家里面 或是当然我不懂法国他们怎么做 或是米兰他们怎么做的 当然这个对他们来讲是 你看嘛 这个他们叫时尚之都嘛 所以几乎他们国家 对这个东西也知道 对他们本身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的产业嘛 所以我想他们重视也应该的 因为他们是代表 整个国家的一种形象嘛 那台湾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台湾现在台湾的形象就是 护国神山台积电嘛 对不对 对外面能够讲的 大概就是电子产业的骄傲嘛 那其他的文化层面 或软体面来讲 我觉得现在还可能 因为我们发展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也比较难有这样 这也是我们的英国嘛 也是我们的基因是这样 所以其实还蛮想 也没办法抱怨什么 因为就这个时机 我们生长在台湾 台湾的政府就是这个形状 那也就是祝福 也就只能这样 因为为什么他们也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需要时间 你知道吗 就是人类这方面的进步 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们也只能祝福了 我觉得真的蛮可惜的 也不要这样说了 因为你要期待政府 能够短时间跟上来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吗 只能说在有限的资源里面 我们怎么能做好自己的角色 然后最重要一件事情 不是到底跟政府的关系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像比如说我是台湾人 那你现在在日本 或者有些人是 现在已经是美国人了 或者有些人是英国人 It's okay 你知道吗 你就在你自己的角色 你这辈子 有你自己的缘分 有你自己的因果 到你不同的国度 或者你现在在演的角色 你现在是音乐家 你现在是艺术家 与其在哪里怨天游人 你不如怎么样 好好去扮演好你的角色 同时呢 就像刚刚我说的 就算拉 拉什么 我都念他的名字 卡尔拉克菲 就算卡尔拉克菲 他做成全世界最有名的设计师 一样啊 他只是完成他设计师的使命 他没有完成 他来人类的地球的使命 他真正来人类地球使命 不是要 只是成为一个精品设计师 各位朋友们 你们来地球的使命 不是成为你爸的儿子或女儿 不是光只是成为 你孩子的爸爸跟妈妈 不是成为一个 你现在在职业上里面 多厉害的一个人 你最终来地球使命是什么 你有机会 对我来讲 我是要跳脱人类的时空 虽然我是我爸的儿子 虽然以前我在金融业做高管 虽然后来我自己现在创业 有一个生活美学的一个品牌 这不是我来地球的最终使命 我对地球最终使命 是我怎么跳脱人类的时空 这是我的看法 提供给大家参考 包括我现在在Cloud House 跟大家分享所有内容 也是在提醒大家 提醒我自己 怎么样脱离人类的时空 大概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精品的品牌 是讲这件事情 其实最终也是跟大家谈这件事情 这些设计师 这些伟大的工匠们 他不管转了多少事 他做了多么伟大的这些攻击 其实他真正回到这个世界上来 不是完成他以前 所过的那些生活的一些体验而已 最重要是他为什么这一次要来 他真的是要让人跳脱 可是所以我讲 Evan上Shanel 这么有名的这个colography 这么伟大的一个服装设计师 或者精品设计师 他完成了他设计师的使命 他没有完成他来地球的使命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就是我期许我自己 也期许大家 有机会 你要了解 你为什么来这个地球 真正的使命是什么 这是我为什么来Cloud House讲课 为什么要开课 为什么今天 我还在跟大家分享 一个很重要 我只是今天刚好举这个精品的题目 跟大家分享这个有趣的主题 大概是这样 好不好 好的 好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还要再问吗 其实Cloud 他的私底下 做了蛮多其他的 还不错的事情 还有他讲过的话 他之前做过 就是除了设计上面的icon之外 其实可以去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为其实我是欣赏他的人格特色 很好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精品的有名的设计师他们怪怪怪怪但是有蛮多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其实我也没有说愿对台湾的文化的东西 因为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跟文化副聊过之后 我就来日本创业 那我一直都一直都还在这条路上走 那我在媒体圈也是十几年 那我现在是在日本是也是做艺术的东西 我之后也是要在日本开我是要开工艺学院 ok 就是做也是做艺术的 那太好了 所以我只是想要就是学习之前就是各个总裁跟我讲过的话 然后把它发扬广大 就大家一起来就绑一些喜欢艺术的人 就让他们可以更多的空间发展 好啊太好了 对对对 非常谢谢你 说不定有机会我 我这个音声听长 其实我们合作的机会蛮大 不不不搞不好音声听长可以跟精品也有什么合作 声音跟精品怎么合作 我也可以来激荡一下 非常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感谢 好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来听一段刚才我们讲这个 Midnight in Paris 我放一个另外一个版本 给大家听 这样好了 我还放这个 我觉得也很好听 叫做 Pink Martini Pink Martini 这个也是法文歌 好不好 然后最后也献给大家 作为我们今天最后的结束 好吧 你们可以听到这个Pink Martini 我们今天就告这个时间告一个段落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礼拜天见 拜拜 大家可以开麦 跟大家说午安晚 早安 拜拜 谢谢妮妮 谢谢酒令 谢谢真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我关房了 谢谢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我们下面 有我们很多的平台里面 都有我们精彩的内容 记得 开启小铃铛哦 您下词 是 咱们下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